你們已經執政三年了 如果裡面有一些黑手 你說是 沒有 這是管理階層 這是民進黨派的管理階層 到底是跟你剛剛說的 黑面的站在一起 還是白面的站在一起 就是這一次問題能不能解決 裡面的人 黑臉的也有 白臉的也有 你像謝忻寧就不錯 他講了他們的幾個公司 都是把國民黨的時候 錢潮留下來賠錢的公司 他們轉虧為贏 他們就是白臉的 就是人 而且世間兄 我有一點也沒有看懂 想要請教您 這個時候 鄭文燦忽然說 何暖軒不聽她的話 可是如果熟悉 桃園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 陳忠義跟郭榮忠國 過去的同事 都是桃園幫的要腳 如果今天不是 鄭文燦的影響力 這兩個人是怎麼樣 可以進入華航的子公司裡 甚至在桃園地方政壇 都很清楚 你說安排這兩個人 何暖軒都聽話 為什麼現在何暖軒不聽話 一定要去找文燦的 這個時候鄭文燦忽然跳出來 把責任全部推到何暖軒身上 忽然講說何暖軒不聽她的話 以一個桃園過去 在桃園服務這麼久的政治人物來講 我完全看不懂 這到底在演哪一齣戲 你在桃園你應該比我更熟悉 陳忠義 他是載星鋼鐵公司的董事長 他把載星鋼鐵經營得多好 從他附近陳載星的時代 他們是一個很優秀的企業的經營者 可是鋼鐵跟華熟到底 不是 我的意思說說 他把他帶領的公司 度過很多危機 表示他經營 他有相當的能力 你意思說這個人是 令跟鄭文燦沒關係就對了 無關 無關 確定無關 他本來就是一個 很優秀的企業經營家 當然他們是桃園的旺族沒有錯 很暖軒去接華航都是怎樣 如果要一個一個拿來講 國民黨時代 他們也運用他們信任的人 我覺得哪一黨執政 他要去用他的人 不是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其實我沒有質疑這個任命 我質疑的是說 就算這個任命跟你有關 也沒關係 可是你出了事 不要撇得這麼乾淨 要叫得動 這個時候就該你鄭文燦 出來處理一下了 華航機事公會就在我們桃園 我不相信鄭文燦 過去跟他的交情 這個大家在地方上都很清楚 我時間你都知道 你剛剛跟他的交情 我講連張委員都會有意見 我完全沒有看懂為什麼 桃園縣長要處理的市長 是他桃園市政 你怎麼會說 因為桃園機場在桃園 所以桃園市長就應該 要負責來處理桃園機場的事務 我有華航的事務 我當時只不過是桃園的一個立委 我都奉命要去處理這件事情了 今天桃園市長跟桃園 公會的關係好 大家都知道 你們黨的文化也不一樣 你才高八斗 然後你們黨又 我不客氣講 你們黨刻意栽培 鄭文燦還不是貴黨刻意栽培的 鄭文燦現在是貴黨當中排名很前面的 我只是替河暖軒報復庭而已 真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出事到現在 該管事的人不管事 該拍板定案的人不拍板定案 今天我說如果蔡英文拍板定案說 飛航安全最重要 華航就算賠錢也沒關係 你認為何暖軒會去擋嗎 如果交通部長告訴大家說 飛航安全是首要考量 華航以後可以想辦法 再來做成本的處理 你認為何暖軒有必要去做壞人嗎 今天這些人都不講話 然後最後把整人推到何暖軒一個人身上 我跟何暖軒並沒有那麼熟 只是我覺得這個人 這個時候拿來當人肉擋箭牌 民進黨也未免太無情了吧 所以如果每件事都必須要總統 他親自來下指導級 說那拍板那就是怎麼樣 飛航安全第一 人事成本 精英那些都不用考量 如果都是這樣的話 可是總統連一個機車 未免管太多了吧 我們總統連機車都管了 你忘了嗎 那這個空運 航空辦公他居然不管 你這個不能這樣 我不為難你 但是我只是完全沒有看懂為什麼 你不用為難我 不會 這不會為難你 機車因為那醞釀很久的政策 而那個政策是因為要延續 前朝馬英九定的時程 是馬英九定要在2018年19年 開始要改ABS 是這樣子 所以總統發現了 這個這麼重大的交通部 都已經有做的既定的決策了 當然這要總統出面 可是你現在華航這個勞資糾紛 勞資糾紛還是在僅止於華航 頂多交通部的程式 現在他到底該聽誰的 他到底該聽誰的就好了 你認為他該聽誰的 我認為在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何暖軒自己要負責 還有到交通部長 可是你剛剛已經說了 他不聽林佳龍的 所以我認為林佳龍要拿出魄力 我認為林佳龍會 再來會 何暖軒如果不具體 不趕快進行解決 對 我認為最近幾天就應該會有 我們國家體制如何運行 國家大大小小 跟華航同等重要的事情 數十件以上 不是嗎 這個已經影響到1萬多人 弟哥 以後的順序 我可能要坐在這個事件議員前面 不是 因為事件議員真的太紅了 大家都有問題要問他 這個分成負責 我同意 可是問題標準要一致 剛剛大家直言就是說 為什麼標準不一致 事實上國民黨之前也批過 就是說蔡英文很多那種小事 包含機車要加裝ABS 我們也批 可是重點是說好 如果你接受的話 那應該要同意標準 像 坦白講 您認為華航這事情是大事還小事 大事 大事 機車的事也是大事 因為在營省數百萬位機車族 他們這個機車的權益 是 我坦白講 都是大事 如果是大事 回廊談話請蔡英文出來講一下 他們回廊 這個在年前不是很喜歡出來開 這時候出來講一講 你們要逼他說他講太多 你們說他太多話 他其實只要剛才講的 飛航安全是最重要的 航空公司的核心 是 他只要定調那個態度 那個高度出來 下面去執行 這樣也OK 可是問題現在是沒有 他現在坦白講 蔡英文他在這個 為什麼大家想要做比較 就是說一樣都是兩套標準 華航空服員出來罷工的時候 蔡英文給他們很多溫暖 還講了說什麼 我不會讓你孤單 然後才出國去訪問 然後這個事情很快 三兩下就解決了 所有空服員工會 要求通通都買單 當然事後還是有反悔的 後來他們又有抗議 可是包含蘇貞昌 剛才也講了 蘇貞昌上來做行政院長 衝衝衝 他馬上去看那個什麼機場 也是在騎掌的問題 看那個非洲豬瘟去視察 他連海報都管了 海報那個畫的 怎麼姿態圖不大清楚 他都管了 這個事情他竟然沒有什麼態度 沒有什麼那個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現在 要轉引到派系的問題上 就是這樣子 這個問題之所以難解 股市在只有勞資糾紛上 這個問題先扯到派系的問題 就新潮流跟正國會 所以剛才市間議員是間接的 統一這樣的說法 因為你說什麼 這個華航董事長 他不只聽誰 只聽鄭文燦的 那為什麼不聽 我沒有說他聽鄭文燦的 他說不聽林家 我說他要聽交通部長的 那聽鄭文燦的嗎 沒有 聽交通部長的 他不知道聽誰的 但是他知道不聽林家 這個是跟鄭文燦什麼關係 他是桃園市長 桃園市長來管航空官司 過去他是在陶傑當董事長 他是他的手下 這樣如果沒有這層關係 你認為他做得了華航董事長嗎 對不對 那是你自己憑公益策 這是基本的政治 common sense 政治判斷 過去我一個助理 現在在陶傑公司 我可以去管他嗎 他因為他是陶傑公司的人 的高層 出了事說王世堅你來管管 這不是笑話嗎 人家已經比我發達了 對不對 因為這次罷工是 桃園機師公會發動的 所以主管機關 本來就是桃園市政府的勞工局 他是桃園機師的產業公會 依法就是他的主管機關 他不是華航的公會 他是桃園的產業公會 而且勞檢的主管單位 就是桃園市政府 怎麼會沒有關係 這是政治的ABC 這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爭論 現在跟勞檢無關 不是勞檢 當然是我才是桃園市政府的角色 你剛剛講勞檢 政才 好 再來 這件事情事實上我認為 是新潮流跟鄭國會派系鬥爭 蔡政府上來 你說是鄭文燦跟林佳龍在鬥 也不是鬥爭 至少有一些競爭關係 大家不要忘記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2017年815大停電的時候 當時中游的董事長是誰 陳經德 陳經德因為他那個什麼 大台電廠供應管線 供氣的管線 因為發生了問題 導致台電大停電 所以說陳經德 當時本來還不想下台的 當時是誰開了第一槍要拉下來 是鄭國會的余天 當時在中常會的時候開炮 對不對 說如果中游台電 董事長不下台 很難怎麼樣對民眾負責 結果沒兩三下 直接如果他有記錯 你要補充一下 結果陳經德下台 我一定補充 因為太多了 我跟你講 這個絕對有根據的 為什麼 陳經德當時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是赤裸裸的怎麼說 他說這種場面我見多了 什麼場面 要他下台的場面 對 派系利益衝突 因為中游是個肥缺 大家都想搶 坦白講 蔡政府上來之後 所以剛才整個表 你是在影射說何暖軒到現在 不下台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這種場面也見多了 有點類似 這個當然他要出來表示 是不是也是同樣的場面 他還講說什麼 當時陳經德還說 背後的意義一目了然 什麼意義 就是一樣的 一樣是派系的那些衝突 所以說這一場戲 我覺得如果是單純的勞資糾紛 那還好解 就是因為他牽扯了派系 背後的利益衝突 所以讓整個勞資 就華航還有公會 機師的公會 變成到現在已經第五天了 還沒辦法解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 就是說民進黨政府 一向站在勞工的立場 他這次應該要全力支持公會 對不對 跟上次支持華航的空服員 罷工的事件一樣 可是這次沒有